属龙的朋友们在2010年呢 表面以为是属于龙藤虎药 那么事实上对于你来说呢 反而是凶心耗心来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 属龙的朋友们今年轻奇万多 凡事要加强管理 反而要注意的是身边的小人 那你身边的小人为多 尤其是你的工作的伙伴 如果今年呢在合作上 会有一种文书上的一些官非 事业上的一种争议 甚至有柴火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格局方位之中 你的大门内进的位置呢 应该要有红色的地毯 再放一块钱三粒 来帮你做出一个风生水井的组合 空间之中记得你要加强水 因为龙是要有所吸水的 所以你的东方跟西方 都应该要有水池 帮助于你的失业运会有所顺境 那么真正的失业小人是几时呢 出现了 尤其是在于年头 那么小人之多呢 是属于身边的人 包括属蛇跟属狗的 尤其回来 那么事实上谁可以帮你呢 属龙的朋友们 一般都会忽略整边的 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你都有这个问题 你总结自己是一个孤傲格 独立可以成事 不想求人的一个组合 那么今天你要记得 整边人假如为你的贵人的话 你是很容易得到他的帮助的 你可以在你的睡房的北方 甚至我们所谓的西方 你都可以放什么 龙凤杯 敷畅敷水 再配合一个应业盒 让你们夫妻合力 其可断尽 这一方面来讲 就是我们所谓的顺水推舟 这一方面是你真正帮助你的事业困境的一个 过难关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所以呢 无论如何 在事业的一个发展里面 你要特别好好地处理 避免影响到你的家运 那么至于你的健康 属龙的朋友们 今年要特别注意的是脑际 血压跟骨骼的问题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这些旧病的 小心 要注重你的饮食 生活习惯 你要加强运动 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或者我鼓励你今年呢 你可以写写宜家 达达气功 对你的健康是绝对有帮助的 那么至于你的投资 从你的股票也好 跟你的偏财 你的正财跟偏财都会受阻 所以这一方面来讲 你一定要有好的财务规划 财务的一种精算的方式 要懂得经营你的风险 今年是不利于投资 除非在地产这一方面呢 你还是可以买卖的物质 或者是说 在于我们讲的 买卖的股份这种 股票啊 应该是要跟土跟金有关的 不过今年你的产业并不是属于丰盛的 所以对于你来讲 小赌疫情 那你的幸运号码为 在数字之中 3 1 6 跟2 为你的幸运数字 那么你自己的一个 行运的几月份呢 在2月 3月 6月 8月 跟9月 尤其是历秋以后 8月跟9月 夫妻 家人 如果可以去演行的话呢 更能帮助你的行运 让你红运当头 也就是说 在你的年尾的后半部呢 也会有一个记忆的转运 你要好好的珍惜 说我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